美国一些政客近期多次将新冠病毒称作中国病毒 引发国际社会口诛笔伐 种族主义 仇外心理 寻找替罪养等 成为欧美媒体批评美方这一措辞的高频词 随着外界的质疑越来越多指向美国 关于疫情的三个疑问 美国政府必须要向民众解释清楚 给世界一个交代 首先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最新估算 2019年9月开始的美国流感剂 已导致3000多万美国民众感染 死亡人数超过2万人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 日前公开承认有部分流感死亡病例 实际感染的是新冠肺炎 那么在这2万多流感死亡病例中 究竟有多少新冠肺炎病例 美国有没有借流感来掩盖新冠肺炎的情况 美方需要回答的第二个疑问是 为何在2019年7月突然关闭位于马里兰州的 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基地 它被关闭后不久 美国便出现一连串肺炎或类似肺炎病例 几乎在同一时间 美国H1N1流感爆发 随后的2019年10月 美国多个机构组织了一次全球流行病演习 2019年12月 武汉首名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出现症状 2020年2月 新冠疫情在全球多点爆发 从时间线上看 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很蹊跷 它们之间有没有关联 第三个疑问是 为什么2月中旬 美国政府对本国新冠肺炎疫情轻描淡写 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多位官员 却在那时抛售价值上百万的股票 难道政客们竟然一边利用内幕交易 售卖股票 一边对公众隐瞒疫情 难道他们面对疫情 优先考虑的是资本 而不是生命 根据华盛顿邮报20号报道 美国情报官员早在今年1月就发布多次警告 称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导致全球危机 强调政府行动的必要性 然而美国政府拖到3月13号才宣布 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美国为什么白白浪费中国付出巨大代价 为世界争取的窗口期 在这些事关人命的问题上 美国政客必须要解释清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